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的 没有错 我现在在的地方就是金门岛的西航岸 而我今天所要做的小冒险呢 就是彩兽娃 Let's go 见鬼啊 哇 藏不住啊 救命啊 是的 大姐 哇 终于进来了 终于进来了 现在我再亲身去体验一下 抓蚝蛙的感觉是如何的了 听说步骤是很多的 大家希望一带 一只做 辛苦 真的很辛苦 其实没有这样想象这么简单的好不好 这是需要用很大力 而且你们那个角度要对得很准 你不可以随便乱戳的 因为你随便乱戳 那蚝蛙就会被你弄坏 又会弄死 然后就不可以拿出去买 猜猜看这块有酒历史吗 猜不到是不是 四百年咧 就四百年前他们已经开始插蚝蛙了 石澳是金门的特产之一 而当初之所以 会让蚝蛙材猫 附生在一根根的石柱上 主要是因为金门物质缺乏 最容易取得的材料之一 就是石头 对靠海池海的导民来说 养殖和采说石澳 曾经是打上重要的经济产业 如今却已逐渐默默 你会看到这蚝蛙的田是非常非常壮 有不同几个猪小长到不大 甚至几百个都有可能 但是呢 做的人呢 是寥寥无几 只有几个而已 然后他们年龄都是非常年长的 野岸的一层厚迷 让金门海岸成为最适宜养熬的女籍世界 可是近年来却有各种因素 直接影响了石澳的养殖 那都长不出来啊 都长不出来啊 对啊 是不是因为海水 是不是也被污染到 还是 不是 船的下面 排污器 排污器 哦 所以影响到整个 这片蚝蛙地 原来是这样的 真的很不容易 然后这些工作又非常的肮脏 知道吗 会弄到自己很肮脏 我想一想哦 很少人真的会愿意做这种工作 阿姐那 很新鮮的 新鲜的偶像在这里 对 哇 哇 一定有敲门的 一定有敲门的 我知道观众朋友 你们人 也是非常想 也喜欢看到我这一部 是吗 一定会在那边讲 哇 这一人放一点很不fit 我fit给你看 五 六 七 八 九 等一下我休息一下 救命啊 我真的走不了啊 哈哈 哈哈 你看这个大机 但是你看 因为他们天天抬啊 也不能这样讲 你看我们这种身材这样子 对吧 年轻力壮的 二十三岁年轻小伙子 在这后我是男的 都抬不起来 都是抽屎的 真的假的 我还能走耶 大姐等我一下 真的没有错 在我第一次 在偶尔田里面 亲身体验当中 如何去采购偶尔的时候 让我深刻体会到 采购偶尔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做的事情 也是非常的艰辛 很累的 所以以后在我吃偶尔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在吃他们的汗水 我们向偶尔养殖员 给养殖员 采购员 SALUE YOU